想知道男人多在乎你,隔三天不联系就知道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往往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觉得也感觉不到,因为当局则迷,旁观则清 你和他靠得很近,常常被爱迷惑住了,蒙蔽了双眼 当保持距离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爱与不爱都表现出来了 不妨你和他分别三天,并且不联系,心里就明白很多 第一天,他在乎你,会不断联系你 一日不见,如隔三天,因为爱你,才随时随地和你聊天 电话为你守候,微信为你在线,还有短信 只要手机铃声一响,他就以为是你,会及时拿出来看 一天没有你的消息,他忽然感觉心灵空空落落的 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一样,他在乎你 所以心里有你,你的离开,让他的心情有了波澜,有了烦恼 当你一天不联系他,他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 微信很多条,短信一条条,未接来电很多 他就这样在联系你的煎熬中度过 夜里,他甚至思念你到流泪 如果他不在乎你,一天过去,顶多发一个信息 问一问你,然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联系 第二天,他在乎你,会满世界打听你的消息 第一天过去了,好不容易等到天亮 他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找你 从你的朋友那里,闺蜜那里,亲人那里,同事那里 都传来他找你的消息,他似乎要崩溃了 但还是到处寻找你 甚至他打算报警了,说你失踪了 就这样他在寻找你的时候,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感觉颓废,他想不通,为什么你就人间蒸发了 他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还是你有什么症状 表现了不爱他 如果他心里没有你,那么第二天他会摇摇头 顶多是无奈地笑一笑 然后是一笑而过 或者再发一条消息给你,看你的反应 第三天他在乎你,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到你 第三天他真的受不了,感觉世界都昏天暗地 他会不顾一切地找到你的单位 去你常去的地方找你 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交集万分 他担心你遇到什么危险,有什么困难 或者有心结 他做好了随时随地帮助你的准备 钱,车,时间等等 他会让你感觉是那么傻乎乎 情商那么低,但是你会感动到流泪 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你忍不住拥抱他,把一生的爱都给了他 他会责怪自己,为什么弄丢你 如果他的心里没有你 那么第三天,他什么也不会留给你 感觉他是无影无踪了 一切都淡了 你就是主动联系他 他也是冰冷地责怪你 在乎你的人,无话不说 随时随地聊天 总是联系不断 别说三天不联系 就是半天不联系,都感觉失去了什么 如果不在乎你,那么你三天不联系,感情就淡了 三个星期不联系,就连共同话题都找不到 三年的话估计形同陌路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所以对待感情 你别被爱迷惑了,充分了头脑 总要察言观色 用心感悟,什么是真爱 珍惜那个在乎你的男人 离开那个心里没有你的男人 既然不爱,趁早离开 免得浪费时间 离开的时候心也会痛 但长痛不如短痛 不宝费时间